兩岸觀光取得突破了嗎 我們看到立委陳玉珍 他在北京來完成了他的訪問之後 他透露這一趟不會空手而回 果然 隔天 中國就開放了馬祖的觀光旅遊 那金門也快了嗎 而如果金馬都迎來兩岸的觀光火水 本島下一站也指日可待嗎 當現在兩岸的關係 事實上我們講要破冰 它像是什麼 如履薄冰步步為營 換言之當現在中央完全行不通的時候 地方就得派上用場 所以金門包括我們講的陳玉珍 絕對是一個最好的突破口 這時候發生什麼狀況 當陳玉珍去我們講訪路之後 回過頭來他跟大家講說 第一 宋濤跟他的談話 不會讓大家空手而回 換言之現在兩岸雙方 事實上都想要能夠重新恢復交流 重新恢復談話 畢竟沒有人希望一直處於所謂的 高商兵充狀況的狀況 但是大家都很小心 所以我們當然只能先從小地方開始著手 小地方是什麼 他們現在福建馬上宣布說 去馬祖旅遊已經可以開放申請了 那大家不經常在想 馬祖竟然已經開始通了 那下一步會不會金門也快了 那下一步整個離島都開放之後 會輪到什麼地方 台灣會不會也成為開放的區域 畢竟大家最希望就是說陸客能夠進來 大家全台灣的老百姓才能夠發大財嘛 但與此同時 這個所謂的雙向交流 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出團客 去到中國那邊去遊玩 這也變成一個至關重要的點 畢竟我們講兵兵站尾沒人希望發生 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經濟能夠成長 我們講的旅遊客數 可以突破到我們所希望的水位 包括可能年旅遊人士到一千萬人 是 這才是大家所樂見的嘛 這個是大家才最有感的 觀光兩岸可以正常交流 活水能夠進來武器打給坦 這是一個指標 另外一個指標是 對於經濟貿易的依存度 政府常常告訴我們 現在我們出口到美國 出口到新南下 我們慢慢跟出口到中國大陸是黃金交叉 我們對它不再依賴了 真的是這樣 你真的百分之百借得掉嗎 ECFA就是一個深水區 ECFA我們講很多人都講說不對啊 台灣現在半導體產業很好啊 我們現在很多發展啊 不需要啊 跟中國聯繫 但是你不要忘了 台灣不是只有半導體業 台灣有非常多什麼 石化業 綁織業 進出口 貿易業 等等 而這些人當然是一級的重災區嘛 你先看看 我們現在對中的整個投資貿易 你先會理解 創下新低 我們從2010年作為一個基準點來比較好了 百分之八 三點八 那個時候是那時候的同時占比 但你仔細看看 降到去年只剩下百分之十一點四 換言之 不只是投資額度 連出口額度也從百分之四十三點一 到今年雖然幅度沒那麼大 但降了百分之十來到了三十一點二 但你想想看一個蘿蔔一個坑 如果說包括我們講的有些石化業 或者我們講的有些台灣就是需要仰賴ECFA 來出口到大陸去外銷的這種產業 這個你看到的是百分之十 對他們來講可能都是一家公司倒閉 或者營利之間的一線資格的生存危機 你講到了ECFA 我們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之前 我們關注了很長的ECFA 要斷不斷事實上也開始在展了 接下來ECFA會怎麼發展會斷得乾乾淨淨嗎 而對於中國來講對於大陸來講 它的理由就是我沒有在繼續讓利的理由 我沒有在繼續讓利的必要 所以對我來講我只是回復原狀 那回復原狀是什麼 就是我是不是進入到WTO 我進入到世界貿易組織裡面談判 對我們來講我們雙邊的關稅就是不平等 所以在這個利基上來講 反而是如何讓兩岸之間的關係 維續ECFA才有存活的可能 現在兩岸交流最需要的就是交流跟機會 最不缺的就是誤解跟韓娜惠 沒想到一款遊戲居然遼播起兩岸 又開始隔空對戰 很多觀眾朋友有些人有玩遊戲有些人沒有 但沒關係我直接跟你介紹這款大作 這款大作為什麼在最近引起轟動 事實上它是在8月20號的時候才上市 換言之短短沒幾天 那各位你知道嗎 它的生產成本 也就是它當時設計這個遊戲的成本 這款遊戲叫做黑神話悟空 高達15億 各位你沒有看錯 它的成本就15億台幣 所以你這個用專業術語來講 它就是3A大作 這次為什麼讓它跌破眼鏡 因為不好意思 這款遊戲叫黑神話悟空 一聽就知道 是由中國所製造出來的 所以大家就說天啊真的假的 對 因為它上限第一天 各位我是不是講說它的成本15億 直接轉虧為盈 換言之它只賣一天就把成本給填平了 一天就回本了 一天就回本了 再來第二件事情 總銷量目前 各位到現在8月20號 你自己算只有幾天 超過450萬分 而且當我現在在講話的時候 它數字一字不再往上跳 另外呢同時220萬人上限的紀錄 但我敢可不可以保證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數字只會創新高 不會是最高 那你想想看 這個讓大家一個什麼警示 以前台灣是一個我們講 作為遊戲的一個出口大國 大家都很什麼仙劍奇俠傳啊 笑到江湖啊 很多款遊戲 只是文明國際 可是現在為什麼反而被中國反超了 當然會有這樣的寫思 而且你看到3A等級的 它市場大到 連輝達NVIDIA都提供它GPU 幫它設計顯卡 你就知道 這是什麼樣的一款HITTO的遊戲啊 當然沒有錯 為什麼講說NVIDIA NVIDIA它會合作的遊戲 你若有玩遊戲你就知道 它會在片頭的時候秀出它的LOGO 那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的3D驅動引擎 是跟輝達完全合作 無縫接軌 什麼意思 我在設計這款遊戲的時候 我就是跟輝達去了解它的硬體 根據它的硬體需求 把它發揮到效能提示 來去配合我遊戲內部的動畫跟設計 所以換言之它是跟國際接軌的 各位你不要以為說 這中國生產只有中國人在玩 不是 它是包括歐美 日本 世界各國 大家都在玩這款遊戲 那我問你 這麼厲害 飛天賺地的遊戲 飛龍在天的遊戲 為什麼兩岸戰翻了呢 當然 因為這時候大家就有個情節來了 說 中國製造的 你為什麼要去玩中國遊戲 事實上現在很多人都在玩這個 玩這款黑悟空 包括你知道是誰嗎 像館長也是 館長已經連續玩三天了 不談科文者 就一直玩黑悟空 不要再問我科文者 我就是玩黑悟空 對不對 結果館長也說什麼 他說 這個代表我們中華文化 發展 東方文化很好啊 結果民進黨的支持者氣炸了 青鳥又飛出來了 廣角又不會出來 說你不要玩這個中國遊戲 你這個是被統戰 你這個是統戰文化 你如果要玩的話呢 你就給我滾回去 滾出去台灣 滾回去大陸去 所以當然是有這種情節產生嘛 所以為什麼我前面要去介紹這款遊戲 這麼詳細 我的意思說 對你來講 你如果今天去玩歐美的遊戲 你不會有任何意見 但偏偏中國遊戲 你會有意見 但最可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喔 這些青鳥 上網罵這款遊戲 結果我回家 一邊買一邊玩 一邊罵一邊玩 就是我跟你講 鹹貨才是買貨人 所以 講到了 兩岸交流 陸客火水 我就問 為什麼這幾天 大家都在討論墾丁 墾丁還是墾丁 碧海藍天 還是美在那個地方 船帆時也還是船帆時 遊客為什麼不來了 偉漢告訴我們 原來這一切的一切 十年來 一直溫水煮青花 不是沒有人示警 一直都狗廢火車 沒人理啊 對 俊善哥還有報信的觀眾朋友 我們連續幾天談墾丁 而且還包含台灣的國旅 包含花蓮 包含宜蘭 包含台東 墾丁到底出什麼問題 要把他抓出來 就救墾丁 當然我要先講到前面 還在等陸客的同時 希望他能來 我最近談這好幾題 我們報新聞很多的女書業者 因為有人寫信給我 他是觀光員說 對啦 我們其實在等陸客 所以要勾勒 但是那個東西 還要靠兩岸 對不對 所以陸客來了以後 他不只是墾丁 因為陸客會到很多地方去 但我們先跟大家講墾丁 墾丁最基本的問題 你要去玩 我講你質感要好 要有美食跟美景 沒錯 你提摩西要好嗎 沒錯 所以來 俊翔哥 講了幾天政府有在看 現在目前肯管處說 再給我插這個東西 就是這兩傘收錢 你試看看 一個傘給你罰3000塊 再講一次 一個傘給你罰3000塊 看你多少錢 對 3000你看你怎麼走 你一天都不能收3000 所以他就要把這一些 亂象給直接根除 所以第一個來 海灘再被人家這個站的話 直接施出鐵萬罰3000 第二個 你整個海灘的過程當中 這些管理 你也要把整個拉回來 否則你看像這個史丹利 大家都看到 文章講說 拜託 你根本沒有把墾丁弄好 大家去都是去 喜歡去那邊墾丁 去完以後都沒有回來了 所以就會越來越少 對 這是墾丁目前現在的問題 那當然觀眾朋友要跟大家講 除了這個基本的 表象的問題之外 我現在發現說 確實是有人發現說 肯定沒有國際品牌的飯店 肯定有我們台灣品牌的 比如說我們叫海角七號的那一間 對 這個兩個字的 有海灘的 雙BOT 我亂講了 我們有夏都 有福華 對 還有凱薩 對 能講我們就講 夏都福華是沒錯 是台灣算是比較大的 可是國際品牌呢 如果你去夏威夷 如果你去沃尼 看到那種 國際的大聯手飯店 沒錯 我突然發現真的沒有來 為什麼不來 那國際的飯店沒有來 我們今天也沒有辦法 去問他給我們一個聲明 可是就可以知道說 基本上判斷 我們台灣墾丁的那個 海灘的那個 整個度假村的規模 跟它的條件 沒有到國際度假村來 所以包含什麼 包含你今天到了小港機場以後 你到墾丁 你的交通移動 包含你的租車 包含這個也是嘛 你的管理 包含你能夠提供給大家的 整個水上設施 跟美食跟住宿 都沒有達標的時候 國際的觀光度假 但是沒有來的時候 你肯定沒有辦法把它提升 所以小港機場也好 或是高鐵也好 高鐵現在只有到左營 離墾丁真的太遠 所以每一個環節都要看 如果你要把墾丁再救回來的話呢 要了解到底現在墾丁 是遇到了什麼問題 我問你 你想墾丁 我常想起 我忘了多久以前 那個音樂季 春啊好像 哇 那個真是 多久以前你要去booking房間 那個盛況空前 這幾年要來都沒有了 對 春啊以前 一年 俊翰哥可以帶來大概 四到五億的商機 可是春啊從1995年的時候 兩個外國人 他們開始這樣 一次弄一次弄 大概在20年前的時候 是最盛的時候 可是慢慢的開始出現 我們也不會演 有亂象 有一些治安的問題 我在那邊聽唱歌 我後面包包被偷了 甚至有毒品 對不對 所以春啊都已經出現 到處有很亂狀況失下的時候 越來越來 就有很多人有顧忌了 然後在2019年以後 春那因為這個事情 他就停了 沒有春那了 所以那個墾丁的人數 明顯從2020以後 因為春那一次可以帶來20萬人 所以你基本上有春那 就能帶來人 但是春那很亂啊 你要知道 俊翰哥我現在講的是嚴肅的話題 春那帶來20萬人 現在沒有春那人 所以你就說 那就再辦就好了 現在其實是有台灣季的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辦一個音樂祭 帶來很多人 而這些人 卻亂了墾丁 或讓墾丁變亂 其他不是為了音樂而來的人 他也會估計他就不來了 對 所以這就是國際 國際祝賊村 不會只為了一個春那 特別是有毒品 所以你要知道 現在你看起來 這個墾丁的春那週 叫音樂祭 先是春那 後來叫音樂祭 音樂祭現在也沒了 就是變成是叫台灣祭 但是這些東西沒有辦法 改善整個墾丁 因為你一年不能只有這幾個禮拜 你是一整年的 所以你要救回墾丁的觀光 我剛剛再講 我們再講一次 你所有的基礎建設 你的交通 住宿的品質跟價格 還有美食美景 這些都是墾丁 要讓他重新回到 不是只有國人 如果外國旅客來到台灣 也想要去墾丁 就像我們去沖繩 我想要去谷雨綠島 我又不是住那邊的人 對不對 你會想去哪裡 覺得那個美景很好 交通方便 而且願意去的話 墾丁才有可能救的回來 最後韋翰 我們來談一談 我們總是針扁國旅 我們都覺得很洩氣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今天這真的是值得我們自己 參考人家成功的經驗 歌雄 江東 他如何美食帶入 結合了演唱會經濟 結合了科技造證 最後變成台灣 一支獨秀的新樂園 在這幾年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說觀光 是不是要美食美景 對不對 我看得很漂亮 我中間好吃 他會願意去 以前有一個米其林旗艦 有沒有 不是以前 現在也還有 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 如果到了三星的時候 代表什麼 代表當這家餐廳 在你其他的國度 值得你坐飛機 去那個國家 只為了吃這個餐廳 叫米其林三星 然後等級是這樣 但米其林畢竟比較高檔 所以還有必比登 就是比較 庶民美食 你可以搭錢運到的 那必比登今年的 他推出了一開以後 哇賽 台南 好 台南居然是六都之冠 因為光是台南 就會挑了19家的必比登都的店 對 所以他這個台南很多的美食 那這些美食大家可以上去看 你我基本上 一般這個評價都吃得起 但你現在被公布 以後可能很難訂得到 那其實呢 你有必比登 就代表這一區有值得能去的餐廳 高雄最近其實真的 剛剛講台北那個文山 還有那個北投 各種工美食沙漠 美食沙漠 那高雄以前是美食沙漠 因為找不到店 那當然了 可能北投會講說我們有店 沒關係 你就繼續讓大家發揚光大起來 黃雷星去吃了一次 可能就會有了 高雄以前是美食沙漠 可是現在看起來 他兩年之內 他摘下了七顆米其林星 這比比登更高一級 米其林餐廳出現了 那米其林餐廳出現 觀眾朋友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騙人了 因為你看國際的這個歌星去高雄去唱 看演唱會 看演唱會有國際觀光客來了以後呢 他們去找餐廳 會去找 結果現在這些七個米其林餐廳來了以後呢 他會讓更多的國際觀光客來 所以你就會帶動整個城市的觀光 我們台灣就是一個這樣子一個海島 所以呢以前大家都在台北 台北現在目前剛講旅宿 他還是比較好 因為他可能有商務上的要求 可是呢 像台中 他現在目前 因為正好在中間 他的住宿率就不到50% 所以今年大家都做得非常辛苦 那理由很簡單 因為其實有旅宿的需求 就是除了旅遊跟商務嘛 那旅遊其實今年大家跑去國外比較多啦 但沒關係 剛講的 美食 住宿 交通 還有美景 趕快這幾年把我們台灣的這個環境建立起來 健全起來以後 就可以把人留在國內旅遊 或者是把觀光客吸引到台灣來玩 好 楊明我們看到了 高雄肯丁就是天跟地的對比 有那個十年跑掉了八成遊客 人家看你事情你狗廢火車 可是高雄短短三年把自己打造成新樂園 哗啦哗啦賺他的觀光財啊 你怎麼看 其實這次肯丁的這個所謂的旅遊的冷 冷潮不是熱潮 冷潮 從什麼時候開始 2017年開始逐年下降 原來這麼久了 對 然後呢中間還碰到疫情 可是現在 現在像這個去年 大概南灣 以這個南灣油氣區 大概是38萬多人次 還沒有回到疫情前的水準 是 那這代表什麼 2017其實 俊翔哥 2017發生什麼事情 陸客開始不來了 哦 其實就是這個時間點 是 那肯丁變成國旅的時候 他的誘因夠不夠呢 那就牽扯到什麼 你好不好玩 我去肯丁要玩什麼 水上活動 現在屏東最熱門的水上活動點在哪裡 在哪裡 在大鵬灣 哦 所以到東港就把它攔截下來 然後再來咧 去小琉球 都比南灣 比肯丁的相關的周邊的景點 多一倍兩倍以上的人潮 那所以問題就來了 那肯丁過去 俊翔哥你記得肯丁是什麼時候把這個熱潮再掀起來的 哪一次 海角七號 那個叫什麼 電影IP 對 促銷行銷 就扯到什麼 黑悟空 這次黑神話悟空裡面 中國大陸 利用這個遊戲的IP 他不只是對所謂的 比如說揮答的顯示卡 他連3C 河北 現在開始說 哇這個裡面遊戲的這個景點 就是石井就在這邊 直接置入在裡面 所以他說跟著悟空由河北 對 跟著悟空由3C 好都開始了 那來了 問題來了 你記不記得我們的 最近我們的這個 國家前兩年做了一部很重磅大戲 斯卡羅 對 就是講肯丁啊 滿洲啊 就是講屏東啊 是 可是旅客有沒有回來 我們的IP不成功 我們沒有辦法促銷到全世界 沒有辦法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的肯丁有一些文化的領域 有一些什麼樣的一個故事 所以我只能說 文化創意產業跟觀光 是絕對是密不可分的 對 看看人家的這個黑神話悟空 再反省一下 我們的肯丁 有什麼需要檢討的地方 如果沒有誘因 肯丁就像一個積勒 可去可不去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 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付出所 都安致 我們的肯丁 加上 我們今天 請重新 地 寬 10 一